早兩天都看到警方 他們是想用一個新的說法 又或者可以說是一個新的真相去解讀721 即是無論是他們奇古相當 還是兩班人打鬥 其實這些都是很荒謬的 即是最簡單奇古相當 以我的case為例 當晚我是十點前 沒有說是西鐵站 即是商場外面 我已經被幾十人去一個圍偶 而我當晚只是剛剛下班經過 我不明白我怎樣跟那班人奇古相當 即是可能他們覺得我可以一打20 或者甚至一打28 我不明白警方的思路或者邏輯是怎樣 我只知道當時我被人圍偶 我亦都沒有一個能力去還手 甚至只有我自己的兩隻手 去有限度地保護自己 他們所謂的奇古相當 兩個派別的人 是什麼呢? 我是不是屬於第二個派別的人呢? 即是我怎樣可以一個來應付他們 這麼多個白衣人呢? 其實整件事都是不合理的 而且也說回林卓廷議員 他進來說什麼暴動那些 大家都看到了 整件721的事情 不只是西鐵站上面的事 六點七點已經有一群白衣人 在那裡聚集 十點前我已經被人打 大家看鏗槍集 一些節目都說到 看到是打我的人 施襲我的人 在西鐵站上面 都是有同一群人的存在 證明是打我那群 和西鐵站上面那群 其實是同一群人 並不是兩件獨立事件 如果是這樣的話 怎樣可以說是 兩包派別的人襲擊呢? 以及如果兩個派別的人襲擊 他是否就是無視了 當晚在那裡經過 下班的市民 你看到他這些 其實都是一個 很不合乎邏輯的說法 現在完全就是 想作一個新的故事 新的劇本 而我的存在正正是 對於他們那個劇本的 一個矛盾 一個衝突 我的存在就是 令他們的劇本不合理 所以 我完全接受不到他們的說法 好 多謝 補充多一句 是的 還有 看到現在很多事情發生 林卓廷都被人抓 我也很難保 將來警方會以任何的理由 或者什麼都好 對我進行一個 拘捕又或者什麼 我也希望在這裏呼籲 有任何的人士 如果拍到當晚我 即是10點前左右 在Yohomo出口 真的經過出來的一些 影片 畫面 什麼都好 或者見證都可以 聯絡林卓廷議員 聯絡也好 傳一些影片出來也好 即是當是一個 證明我清白幫我的一個方法 好 多謝蘇先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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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